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来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下集故事 前面我们看到 陶建康是帮曾经失手杀害了网友的女儿陶飞顶罪 入狱四年 出狱之后 他可谓是性情大变 一暴一怒 干预爱人的生意 干预女儿的恋情 让这个小家气氛非常的压抑 梦云的情人赵天 依然用着记录陶飞杀人事实的日记本 在不断地威胁梦云 索要巨额的封口费和补偿 那梦云就没有办法 只能是隐瞒众人独自解决 可是赵天的要求却变本加厉 愈加过分了 梦云内心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另外一边 我们可以想象 陶飞的压力也是双重的 一方面 他不希望男朋友知道父亲坐过牢 另一方面 对父亲也有所亏欠 然而父亲对他跟魏祥的感情 可谓是处处干涉 也让他感到被剥夺的自由 十分的难受 那现在陶健康 已经坐牢的事实已经暴露了 那魏祥是否会介意呢 陶飞的感情 整个陶家的幸福 看起来都是岌岌可危的 那么这一家人 还能够继续维持 家庭的安稳生活吗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我听说 他们也就是这个小保安 所以听见了 你好 请问刘董在吗 在 请你上班一下 马上学 所以我们这个军事会主任 跟他们领导已经讲过 今天就可以上班 小车 谢谢 不用了 这种工作 喂 卫霞 卫霞 来 这人我给带来了 叔叔 怎么是你啊 叔叔 你们认识吗 不是 你们认识吗 不是 不是 哎 陶哥 你别走啊 爸 妹妹 那您女儿原来也在这家公司上班啊 那更好 本来我们居委会啊 只是给刑满释放人员介绍工作 这 这没想到把您一家人给凑齐了 这 小车啊 这工作真干得了啊 哎 汤哥 这边 汤哥 汤 菲菲 说说她 哎 哎 菲菲 你走吧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你给我留点自尊心行不行 菲菲 在我面前 没什么好丢脸的 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不会的 你爸是你爸 你是你 我怕他是个好人 你也不要看不起他 我知道 我不会介意你爸坐过牢的事 何况他是长辈 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过去 我都会尊重他的 原来 你这么顺从你爸 是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以前我还有一些不理解 现在我都理解了 真的吗 真的 那你不会和我分手吧 当然不会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现在就向你求婚 那个 求婚戒指 我明天给你补上 就在陶健康无所适从的时候 女儿却告诉他 男朋友不但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断绝关系 反而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在陶健康看来 自己没有受到歧视 女儿还能得到幸福 也就答应了 可是陶健康身份的揭露 却是在魏家父母那儿 受到了更大的阻碍 她们怎么还不来呀 再等会儿 在路上了 儿子 我说你那个未来的老丈人 是不是架子也太大了点了 就是啊 你说她是一个劳改犯 还让我们等这么久 妈 这事你可别出去说 让人家听见了这心里不好受 菲菲已经够难受了 她爸呀 本来也不打算过来的 是她妈非要她爸过来 那咱们再等会儿吧 哎呀 儿子 其实呢 菲菲我也是挺喜欢的 但是她有个坐过牢的爸爸 这个 真的我 到了 爸 哎 那个 我就别进去了 你去见个梅德拉 哎 哎 都已经到了 怎么能不进去呢 那天当着卫祥的面 我丢这么大个人 一会儿见了面 我不知道怎么讲 哎呀 没关系的 是啊 爸 这事都是我不对 我应该早点把真相告诉他们 可是今天卫祥他爸妈都来了 你还说去见见吧 是啊 别玩亲家等酒了 咱们进去吧 哎 儿子 要不这样好不好 你给妈妈那个同事的女儿 接触接触 哎 她虽然没有菲菲漂亮 但是 至少啊 她的家是清白啊 说谁呢 谁生事不清白 不是 叔叔 你听错了 我妈她 别 别 我耳朵好着了 我听得清清楚楚 不好意思 可恶 可恶 对不起啊 就是 我这老婆 一向是心知口快 经常说错话 容易得罪人 哎 亲家 你就多担待的 不行 今天非得说清楚 哎呀 老唐 你不要太计较 不是 你是怎么当妈的 人家这样说菲菲 你就忍得下这口气吗 这不还没结婚吗 真要是嫁过去 在她家 不知得要受多少委屈 叔叔 我不会让菲菲受委屈的 来 何必啥消消气 别 我不渴 菲菲她爸 你什么态度啊 我们倩已给你道了 儿子低三下试的 你给你把查倒来了 你还有这种态度 那这样下去 我儿子就这么过 哎呀 你得照顾照顾她的情绪嘛 那谁照顾我的情绪啊 凭什么全部都将求她啊 啊 坐个牢有什么了不起啊 啊 坐个牢很体面吗 我看呐 今天这事儿 我们谈不下去了 哎呀 你别说了 听见没有了 听见了 人家嫌弃咱们 走 跟爸走 哎 那个老唐 走 爸 老唐 那个 亲家 真的对不起啊 咱们改天约个时间啊 儿子 改天约个时间 儿子 站住 回来 这种脾气 我看呐 早晚还得进去坐牢 妈 你就少说两句吧 妈 该怎么办 好了 菲菲 你不要着急了 啊 妈 回头再劝劝你爸 对了 你回家呀 就跟你爸说 你已经和卫祥分手了 等过段时间 他气消了 我再好好劝劝他 你和卫祥说 让他回去替我们 向他父母道个歉 我想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哎呦 这么好脸那儿都哭花了 要不然可不可以把你擦擦呀 你进来干嘛 我来关心关心菲菲啊 菲菲 你先回去 找妈说的办啊 没事儿啊 菲菲 怎么样了 材料应该准备齐了吧 你什么意思 看来你是准备跟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了 哎 这样吧 我帮你想了一主意 我不要你那些电了 你看啊 首先我不在乎 菲菲他杀过人 而且我也不会用这些事 去刺激你老公 你说我们就真的是你们希望的那种女婿 而且你想一想 现在只有我才接受得了你们这种家庭 我们俩还可以再去结缘 各位 少打我女儿主意 干亲的私我都签了 剩下的就是换手绣 我要的这几本呢 抄我什么急啊 手续一办下来马上就给你啊 怎么 你要不相信我 别说那么难听 难道这些年来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想想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没想到现在是这样的结果 是啊 如果要是没出那么一档子事啊 我们俩现在已经特有幸福了 不过呢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要回到你丈夫身边去 我肯定也不能强留你 总之这两家店给了我 咱们俩呢也算是两清了 你会问问我吗 你会问问我吗 怎么会呢 circumstance 也不乖 不乖 有点 说不乖 真的 突然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心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菲表面上答应跟卫翔分手 背底你还在跟她来吧 菲菲和卫翔本来感情就很好 怎么能说分就分呢 那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我非要拆散他们 还有你看看你 这么晚了才回来 又上哪儿鬼魂去了 你不要胡子乱想了 这是什么 啊 这是 我坐牢这几年 你耐不住寂寞了 又找男人是吧 那个野男人是不是那个店长 好 你们两个背着我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当初我为了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 坐牢 坐牢了 我为了这个家进去做了四年 四年了 你呢 你们知道我在里面过去什么日子吗 没有自由没有亲人 你那种滋味你们知道吗 可我无怨无悔 因为 因为我要尽到一个做丈夫 做父亲的这人 可现在 可现在你们就这样对待我 好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老头 妈 妈 她疼不疼 妈 快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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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的是基本 妈 你在哪里找到的 你就别管了 找到了就好 好好说好 别再弄丢了 妈 爸怎么办 我 我也不知道 我 我 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装傻是吧 你给我的资料不全 我办不了船上 你还得给我再弄一份质量 反正我不管 我该给的资料我都给了 办不了 是你自己的事 阴我是吧 那也是你逼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把日记本拿走了 把照片删了 我就没办法了 那你出去说呀 看你没证据 谁会信你 资料 资料 之前我答应给你的钱 我还是会给你的 到时候你拿着钱 做点小生意 你也算是个有车有房的人了 找个你喜欢的女人结婚 祝你们幸福 你还能够帮我 等着我 你马上就会后开 小云 你得来 进来 哎呀 哎呀 妈 爸最近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才回来 可能是他心里苦吧 是我对不住他 不 妈 是我对不起爸爸 其实这些年 我的心里也很难受 比坐牢好不了多少 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当初就 菲菲 过去的事情已经改变不了了 重要的是将来 菲菲 菲菲 你要放下包子吗 和菲香好好过日子吧 至于我和你爸 我们会好好处理的 你就不用操心了 怎么了 我始终觉得我们这样去领证 对不起我爸 虽然你爸现在还没有接受我 不过我相信只要以后咱们好好孝顺他 他总有一天会接受我的 再说了 有你妈妈的支持 我爸妈也算是同意 今晚没有什么不妥的 其实最重要的 是咱们两个互相认定了对方 你算是吧 接个电话 喂 快递 我没有买东西啊 行吧 你放在前台 我今天不在公司 走吧 啊 好 我今天要走 你怎么回家 我还没回家 你什么回家 你什么回家 这警官不是在家吗 怎么还会收到复印件 到底是谁 她想干什么 妈 菲菲 妈也不能再瞒你了 你四年前不见的日记本 其实是被赵天给捡了 她 那这么多年 她为什么帮我保守秘密 妈 妈 该不会是你做了什么吧 妈 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妈 妈 妈 你们 你来干什么 你 你出去 你 妈 我不是已经给了你俩说了吗 这么快就到了 我就是来提醒你一下 还有两天时间 关键我这心里不舒服 我就想啊 我这大好了青春啊 全都给你这么一老女儿了 然后你给我那么一丁点钱 就想把我打发了 而且还阴了我这次 而如果这事换成是你的话 你能就这么算了吗 嗯 穿了 这件事 这件事 就这么有了 美容 你还要没记住 凯凯 你还没有记住 又凯凯 好 去处于吴王 其实我给过你妈机会 我说让她把你交给我 这样你们家那些事 我就不会说出销 但是她不听 要不然 你再考虑方面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妈妈 你不就想要钱吗 我再给你十万 我真的只用那么点现金了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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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觉得如果光要点钱 还是没办法弥补我受伤的心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干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你个臭流氓 飞飞 爸 你又上我家来干什么 我来你家干什么的 别问我 问你的老婆跟女儿 先过来一下 他来干什么 他来干什么 你们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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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 没有 爸 老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说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妈 赵鲜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真的 妈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怎么对得起我爸 爸 菲菲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你爸 所以本来四年前 我就应该和赵天分手的 当时赵天 就偏偏捡到你丢的那个日记本 他那日记本来要挟我 说 说四年后再还给我 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菲菲 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勾制一次 你放心 我一定会和赵天分手的 我不会让他再威胁我的 老板 安慰老师就喝醉了 你去忙你的吧 谁给他乱罪了 没人说了何罪了 大哥 要不你打个电话 叫你的家人来接你 瞧不起我 是吗 怕老子没钱 老子有钱 大哥 没人瞧不起你 坐牢怎么了 丢谁来啦 丢谁来啦 大哥 你别激动啊 要不这样 还是我帮你打个电话吧 我自己的 好 牧业 好 我去找这个 鸡然 老子 谢谢你啊 好 我好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爸 我马上过来接他 好 我去去去 您两个辈子我敢去投机摸合 当初我为了这个家伙付出了多少厕所 追上了 干脆就把我跟你妈那些事都告诉你 他拿上去不来也有写的 可以 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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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兩天怎麼回事 老是魂不捨舍的 我沒事 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我剛見完客戶 想到你還在加班 就準備回來接你 走吧 我送你回去 看你臉色也不太好 算了 我還要去接我爸呢 他又喝醉了 如果他看到你又得發瘋 那好吧 你自己注意安全 那我先走了 不算慢點 拜拜 你爸 你以後少喝點酒 你身體不好 我是你爸 你少來管我 我怎麼叫管你呢 我是為了你的身體著想 停車 停車 爸 你好好坐著 我送你 这是什么 我还没答应你 你就急着跟这小子结婚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没有 爸 你妈背着我偷人 你又背着我跟他偷偷结婚 你们 你们是想反的吗 我为你牺牲这么多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 我怎么就审理这个不孝子 好 停车 爸 停车 停车 菲菲 菲菲 怎么样了 还有没有哪儿疼 我不疼 我就是担心我爸 你说你爸是怎么回事 以前我觉得他是自尊心太强 听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是 我也觉得无所谓 可是现在他不光是酗酒 还胡乱发脾气 还在车上就打你 害得你差点出了大事 你就不要再怪我爸了 你怎么这么怕他呀 按理说他杀了人坐了牢 是他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可是他出来以后 还是这么不讲道理 搞得像全世界都欠了他一样 很多事情你不了解 可是你是他亲生女儿 他怎么能这么对你 不行 等他醒了 我得好好跟他理论理论 菲菲 菲菲 妈 你们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弄到医院里来 放心吧 没什么大碍 爸就是受了点皮外伤 是因为喝醉了酒才晕倒的 菲菲这几天状态不好 我担心她出事就跟在后面 没想到 还好你今天在 对了 你们那个结婚证领了没有 领了 就是因为我把结婚证放在车里 被爸看见了 老唐 老唐 我感觉怎么样了 感觉怎么样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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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看见他 老唐 你不要太激动了 要不是 卫霞 要不你就先回去 这儿有我呢 你就先回去吧 那好吧 那阿姨我先走了 叔叔 我改天再来看你啊 先走了 好 部长小心 杜总 杜总 老唐 你不要太激动了 医生说你不能激动 要不这样 菲菲 要不你就留下来陪爸爸 我回去给你们收两件换洗衣服 这一身的酒气又脏了 好 好 爸 你就不要再生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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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了一件换洗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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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跟你们两个说说 孟云 我们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 菲菲也这么大了 以前 我是没什么出息 也挣不了钱 老头 但是我包敛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这日子总算能过得下去 可自从四年前那事发生以后 特别是我出监狱那段日子 我就发现我们一家人 不能像以前一样 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 不 老头 我们可以的 只要你相信我 只要你以后 不要再借酒消愁 不要再乱发脾气 别折腾 是啊爸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生活的 不可能了 我出院以后 咱们就去把婚离了 菲菲 你真要去为家受气的话 你就去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父亲 爸 我跟你说过 我跟魏祥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个 你既然选择了他 不要我这个父亲 那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们断绝妇女关系 爸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你的女儿就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老头 咱们别闹了好吗 咱们以后 好好地过这日子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离婚 我坚决不离婚 怎么过这日子 是你们自己不安安分地过这日子 妈 爸 爸要跟你离婚 还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不离婚 赵天不就想要我的店吗 我给她 我统统都给她 只要能挽回我们的家 让我做什么样的牺牲都可以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我们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菲菲 你别难过了 过去的事情 已经改变不了了 咱们只有面对 为了挽回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孟云决定彻底和赵天说再见 就算是再大的代价也值得 而陶建康始终认为 妻子和女儿已经孤立了她 她必须要找出问题出现的源头 来得挺早的 还进来吗 来 怎么着 这是我所有店的资料 我都全部是沈家 你该满意了吧 来 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那我先走了啊 你的东西我给你了 我的东西呢 我好像是跟你们说过吧 我不光是要你这几个店 你又来了 我就是来找你 爸 你又来了 进来了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 这什么意思 说 不 几年前呢 你保卫女儿不小心杀了人 你这个伟大的贺欠 就去给女儿顶罪 坐牢了 这也是我都知道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你老婆把所有的店 都已经给我了 好啊 孟云 你把整个家里人都给开了吗 看来在你心里 你是早就看不去我了 不 我居然还傻到自己去坐牢 我是天理上最傻的大傻瓜 爸 你误会了 不是这样的 没误会呀 就是这样的 我还得谢谢你成全我们 你是个王八蛋 爸 爸 爸 我怎么着 在里头没东斗是呢 没东斗就过来打 我继续去端借了 我还没打 老婆 来打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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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这怎么回事 是谁吃生的受害者 是我 为什么这么做 他侮辱我妈 还打我爸 我一气之下 就拿刀刺伤了他 不 警察同志 刺伤他的人 是我 那这样跟我回所里 接受调查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陶建康情急之中 迟到统伤赵天的行为 涉嫌故意伤害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眼看着这三口之家要重蹈覆辙 陶建康梦云陶飞终于是幡然醒悟 向警方坦白了这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陶飞自首了 他承认四年前那里杀人案件是自己所犯下的 父亲陶建康是替自己顶罪 而这次是因为父亲陶建康不堪被赵天敲亮勒索 才做出了违法犯罪的举动 一家人终于是敞开了心扉去相互的交流 决定要共同努力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对陶飞来说他没想到 四年前那一次退缩逃避和隐瞒 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反而让家里面的矛盾可谓是不断激化和升级 自己在四年中也都充满着那份惶恐不安和罪恶感 父爱如山的确父亲为自己挡住了一片风雨 但是那份扭曲的父爱带来的却是成百上千倍的压力 父爱跟顶罪绝不能够划等号 帮家人去顶罪看似是付出和奉献 但其实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一种违法的扭曲的表现 而陶建康这次看到女儿想为他去顶罪 他不能够看着孩子再次重蹈覆辙 过往的痛苦和无助与压抑 他不希望让孩子再次承受一番 于是陶建康也战胜了心魔 勇敢地站出来向警方自首承认了他的错误 和陶飞一样坦荡地执念了自己内心的黑暗和那份胆怯 而对于孟云来说他已然后悔自己所做的 对不起这个家的一切行为 幸福到底是什么 这可能很难给出一个标准档案 但我想有机的要素是必须的 那就是家人之间充满着相互的信任 相互的包容 遇到问题不是相互逃避 相互指责和埋怨 而是靠着爱 靠着沟通 靠着信任去解决 也唯有如此 幸福才会真正地来到您的身边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